作词 李宗盛 有心在做谁都看得到 一步一个脚印错不了 何不说说真心话 何不勇敢活一下 善恶终究又回报 我换个微笑 过一天我做一天 清清白白不埋怨 求问心无愧就算口但没有钱 过一天就拼一天 开开心心碎的天 时时可可 我都心存感谢 过一天我做一天 任任真真不埋怨 我不比别人重要 也不受惊灭 过一天就爱一天 有情有义有感觉 风风雨雨 我都不怕危险 过一天我做一天 任任真真不埋怨 我不比别人重要 也不受情灭 过一天就爱一天 有情有义有感觉 我都不肖愁 不肖愁 我都不肖愁 不想 我望一生 二十年了 這張帕子 不知道你的真掉了多少淚 反而更可憐的是你 往生堅固生活的沉默 又要忍辱不住 受盡了委屈和煎熬 你想到這些 真有好惱好揪心 皇上 早已不曾再跟人來說 皇上 皇上 有一陣情 你也念不過 我什麼苦都沒有 封娘 皇上 最後封娘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秦夫 别哭了 我求求你别再哭了好吗 皇上跟你娘 我是说皇后娘娘 终于已经相见相认 你应该高兴才是 从我娘说出她真实的身份以后 我整个人就被震撼得不知所措 我习惯了一辈子的人 一辈子的自己 你心情全都不对了 好像 好像 绣得好好的衣服绣品 突然间 被人泼满了颜料 一下子叫人傻了眼 是 我知道 我现在应该是高兴才的 但我就是拼命的想哭 但我不知道怎么去承受这一切 我也有相同的感觉 不能承受 你不能承受 你不能承受什么 不能承受我是个公主是吗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什么事情发生了以后 你对我的态度就一直都好奇怪 你一直没有机会 可以好好地谈一谈 现在终于有机会了 你说话 你不能不说话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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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不说话 绣品 就不止五言六色而已 而是被一剪刀给完全毁了 这什么意思 月儿你还会着急 还会关心我 晓晴 晓晴 放手 放手 我真的不明白 如果连太子 皇后 国政 崔公公那些凶险而下 你都不行为了我 跟他们抗衡到底 为什么现在只是 公主两个字 就可以把你吓跑 因为我根本就配不上你 我一直都只是一个 一个流浪汉而已 我从来就不敢设想 什么成家立业的事 一直到遇见了你 你那么温柔情形 那么多情多业 又隐约透露着一股高贵的气质 我越是想躲 想逃避 就越是越吸引你 你绝对不会知道 我曾经为你多么的痛苦 多么的懊恼 后来 伯母呢 他答应你 把你取赔给我 我简直是欣喜若狂 我好感动 我发誓我一定要奋发向上 我要彻底的改头换你 因为皇上这次 给我一个天大的机会 我想总有一天 我会够分量 我可以让你以我为由 可是 我都还没爬到一半 你 又突然的一飞冲天了 就像天上的月亮 我不要做什么月亮 我更不要做什么公主 这一天 又不是我要求来的 你要我怎么办 你只想做娘的女儿 做你的小亲啊 小亲 可是 你现在是这么说的 可是当你真正成为公主 那些王公贵族 都不知道 你还要怀疑我对你的一片心 觉不觉得你太过分了 我不是要怀疑你 我是不得不敢开 这世事多变化 不是吗 有的时候 怎么还真是身不有主啊 我过来 他没想过 我跟她一起 推介你 你真是想分了 你不得不个人 你哪儿 才不得不得手 你 其他都不得手 你不得手 绝对他 你不得手 是 你不得手 你不得手 黄天在上 后土在下 前朝 有一首长诗 叫做孔雀东南飞 是属于一对夫妻 情深一众 可是以母亲的反对 而被迫分离 最后为了不辜负对方 双双殉情而死 今天 我与浩天这对后世有情人 愿意他们违法 在此 立下重视 君 当作凡石 妾当作苦味 苦味 任如斯 磐石 无转移 磐石 磐石 无转移 无转移 是 老天爷 你听到了 我跟小青 无论这事实再多变化 一个就像蒲尾一样 柔软坚韧如死 绵绵蜜蜜 永不断 一个就像磐石一样 永远坚定 不转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常常在我的梦里 重演着 如果不是为了扶着泰儿 我当时 真是万念俱灰 觉得不如一死了之 虽然后来 我从里头逃走了 事后如何 我是无从得知 可我知道 一定是婉儿替我死的 全来是婉儿 难怪当时他们拼命阻止 说什么也不让朕见你最后一面 虽然事后 朕也曾经追问过崔宝年和颜兆良 他们声称是尸体的容颜已毁 无法辨识 无法辨识 他们居然这么说 那么梦翔呢 那个周后老师的梦翔 他是这么说的 梦翔 早在二十年前 他就已经死了 既然一死无对照 我也没什么话好说 不 说下去 还有多少事情是朕不知道的 你都说出来 总之 马上就有人知道 死的不是我 而且非常着急 计划出了纰漏 不然 就不会有人 来善后 善后 什么意思 第二天 我想逃出城 却发现到处都是官兵 幸好凑巧有人提醒 让我发现 颜兆良 躲在暗中监视 虽然受到掩护过关 可是最后 我是被他发现 他居然带人来追杀 那天 我一定是遇到了贵人 总算帮我 渡过难过 要不然 我绝对逃不出路上 活不到今天 颜兆良 他居然追杀你 躲过了他的追杀 也差点躲不过 颜兆的天罗地网 什么 什么天罗地网 我想 我几乎和他是同时生子 然而当我 当你怎么样 当我在外头走动的时候 发现到处都有官兵 人家怀抱婴儿的父母 盘问年纪和生男生女 倘若年纪和我相望 生的又是男孩的话 一律送往今世 若有人问及 就说新皇后 正为心里的太子 找完报 哪有此事 只怕 不知道又枉害了多少人 应激 你好狠心肠 这样子赶尽杀绝滥杀无辜 皇上 我原先出口 婉儿就一再的警告 说这是严实兄里的阴谋 目的 是要铲除我宋家的誓 争夺后卫和太子之为 当时我还将信将义 可是经历了这些九死一生之外 我还能不信 藏就藏在 我完全没有证据 除了含恨吞人 我真是一筹莫证 可恶 严实兄妹简直该死 正真就去 非得非得抓得抓得 不可以 他们最大恶气 只要他们付出代价 没有证据 他平反二十年前的旧爱 谈何容易 更别说是要废后 和制裁位高权重的国庆 难道就凭着空口白话 感情用事来定案吗 上 后收万一 军心大乱 群起造反 你可要付出 更可怕 更惨痛的代价 可恨 我骗了这二十天 把咱们父亲俩硬生生地拆散了二十年 让你们母女俩颠沛流离 受苦受难了二十年 是可人 输不可人 孝 孝 则乱难 求皇上 相远为国 只要皇上 带你替我身远 我又已经心满意足了 千万不要操职过期 我又已经心满意足了 那么样的孤权大学 委屈求全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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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二十年前就死了 不 朕不许你这么说 这是世事 这二十年来 我等于是重新活过 在世为一 空中那些 高兴当家 恩恩怨怨 早就化如隔世 离我好遥远 我不想在车上一丁跳 难道 连朕也包括在内 不 今天我们能够 用对面的站在这里 这完全是天意 是老天 让咱们夫妻重逢 顾让相怨 你怎么能拒绝 你对空中一切感到寒心 朕可以理解 不好 朕另外只一座别愿 单独的一座别愿 就你跟小青两个人 朕下日 不准任何人接近 不准任何人打扰 皇上 请不请你放过我 当年那场活时 表面上是因为我爹某版而起 可真正的原因 是因为我贵为皇后 胜卷正老 才找引来的杀机 不准任何人 只为了我一个人 多少条生命 就这样结束 消失了 我苟延残喘至极 我的难道就车皇上 重拾救魂 回宫 重下荣华 我绝不会重回宫去 不重 不小 不隐 不义 我就枉为人 皇上 求你成全我 母娘 你这边干什么 起来 快起来 除非皇上大 不再苦苦笑 否则 我就长跪不起 好不容易有了 失而复得的亲人 真还一人 终于可以不再孤单 如果小婧把你 皇上可以接他进过 称欢心下 了以安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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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冠遗憾 真的冠遗憾 OK 对不起 这首不活 该是你喊的 可情是所谓 娘才不得不如此 孩子 委屈你 伯母 皇后娘娘虽然只有四个字 却让我跟你的感觉觉得好远 我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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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接回宫去 当然 你娘有她的顾虑 她的坚持 在沉原未雪之前 朕不能 也不忍心 联强于她 朕知道 这二十年来 你们母女 是朝夕与宫 生死相依的 可是 父皇 你应该不会是想让 单独接我进宫吧 你娘说了 只要你答应 她就不反对 父皇 小青 你不能拒绝 朕还指望有你 来让你娘回心转意 父皇 有这么困难吗 你跟你娘 生活了二十个年头 现在知道 还有父皇 你就不想陪陪朕 皇上 小青的意思是 臣是说 公主殿下 不是不想陪陪皇上 而是担心 皇后娘娘 无人照顾 这些都不是问题 难道朕不会 妥商安排吗 无论如何 终有一天 而且朕可以保证 这一天很快就会来到 朕要一家团圆 一定要的 到那个时候 官员 你就是朕跟你娘之间的桥梁 你懂吗 只要是对娘好的事情 不要说 是叫小青坐桥梁 就算是坐牛坐马 别硬我反顾 怎么说 你是答应 请父皇原谅 并不是小青 不愿意侍奉父皇 我是从小 跟娘相依为命 从未分开 心情受伤 受困于宫中 寸步难行 那种感觉 简直是度日如年 小青一刻也过不下去 父皇也许要说 这次不一样 我是要进屋去做公主 过的是锦衣玉石 临摩绸缎 一呼百诺的日子 可是 请恕小青说句实话 对我而言 并没有什么两样 总之 要我离开娘 我就过不下去 只要是守着娘 小青 是什么日子都甘心如鱼 孩子 娘 你怪娘 你们母亲 都一样叫真心疼 二十年来 朕没有一天 尽过为父 为父的责任 虽然 是因为 朕完全被蒙在鼓里 可朕若是明君 又何至于如此 皇上 是天法阵 至亲骨肉相逢 却不能相守 是天在法阵 正无话可说 我 求父 我 别再这么说了 不怪你 绝不怪你 要你一下子对朕付出感情 的确是太强人所难 即便是皇上 是万圣之祖 也得要低头 真情之所以可贵 就在于他强求不来 也交换不来 孩子 孩子 你跟娘亲 娘都知道 都明白 那是因为我们母与人心 所以不论我们在哪里 是分 是和 我们的心 都是在一块的 对不对 就像我一幅黄年 这二十年 他是用 天然勇敢 按摩 与虹切梦 我们何曾分开过 他的心碎了 我的心 又跟着碎了 我 就算是为了 你就算是为了 带我进宫 替我爸爸 爱我的父皇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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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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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好 孟公老师说,要是有一句不详,小心你的骨头 是 是这样子的,奴才坐个夜里,听到新房里头,太子殿下吵得很大声,然后 然后怎么样 然后殿下就跑到另外一间房,也就是孟姑娘先进住的那间房间 所以,所以整夜都没有跟太子被疯狂 奴才看车呀,奴才都不要 正是,休克! 很了解,住场也好,周婷 撑伯伯,清风是苛莉的 免里,你可以AH 是 育莺啊,听说,昨夜你跟riv色不胜愉快 有没有这回事 殿下 他的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你不是又会作诗 又会下棋 又能延善道 口才好得不得了吗 在皇上跟前 你都有本事 把他哄得那么开心 怎么到了起闲这儿 就施展不开来了 皇上和太子 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一个是天子 一个只是太子 是吗 母后 玉音完全没有这种心思 没有就最好 想必在大婚之前 你爹已经跟你小乙大义了 凡事 要眼光放远一点 不要只看眼前 你跟起闲的日子 还长得很 你都还年轻 将来有你们当家的时候 咱们现在 费尽心思 用心良苦的这一切 还不是都在替你们打根基吗 母后教训的是 那还不快 动动你聪明的小脑筋 把起闲收服了 劲儿嘎 加把劲儿 有哪一对新婚夫妻 不是秘里条 有如交刺期的 我可不想再听到 你跟起闲分房而眠 知道吗 母后 这个 玉音有难处 有什么难处啊 玉音啊 我知道你心里头有疙瘩是不是 起闲跟那穆小青 已经是死胡同了 你何必还耿耿于怀呢 起闲啊 现在正值血气方刚的时候 只要你可用一点心思 制造一些 规访中的情趣 要征服男人的亲 那是鼓掌之间 轻而易举的 母后请原谅 这种事情 玉音不会 我说玉音啊 你现在跟起闲已经成了亲 是木已成舟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身上最大责任是什么 竟臣妾之力 接力辅浊 匡赠太子殿下 那些光勉堂皇的说辞 听听就算了 女人就是要有女人的本分 皇室子氏的传承 才是你头号任务 这也难怪 听说你早年丧母 看来没娘的教导 连女人的本分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甚至于 连天生的本能都丧失了 真是可怜啊 所谓人不可貌相 无关是中意你的外表跟才能 倒是说不了一件要紧的事 你可别是 虚有其表 骨子里有什么说不得的毛病啊 要是有 你可得趁早老是告诉我 太医 梅萍你们都进来 是 太医 陈在 待会你给太子妃好声把把脉 然后尽快巨石回奏 陈尊纸 梅萍 陈切在 等太医完事 你给我好声叫叫太子妃 陈切遵旨 玉娜 我可是尽心尽力都替你打点好了 要是再不会 那就是你不该咯 太子妃 陈请拜 太子妃请坐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太子妃 怎么了 我的眼睛 胡进了沙子 沙子 是啊 是啊 沙子 好大颗的沙子 好好听 我真的有一种水可以让你让我喝了不会醉 那么也许有一种泪可以让你让我流了无声碑 总是把爱看得太完美 那种好度一场的感觉 那种好度一场的感觉 我知道 可是没代表心在逃 过了这一秒这一个笑 喝下这碗解药 那种好度一样的感觉